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一题它虽然有讲 可是有些部分没有讲很清楚 就是这个A跟B 它只有提到就是说 它的中心点会在什么呢 会在这一条线上面 意思就是这一条线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它原来的这个多边形 把它进射出另外一边 然后到时候的话 如果说我要画出 这个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形状 这个形状出来 因为你这个形状画出来之后 就可以做什么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逐步来看 第一个我想 如果你要画这个图的话 外面部分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圆先画对不对 Denter 115 Denter 25 那里面这边有个什么 多边形 几边呢 六边 那是内 内接 内接跟外接 OK 好 那再来里面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 因为我们的那个图 讲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这边画一个大概的一个 它的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它的关系是相对于 有没有 因为它在这个线上面 所以呢 它是相对于原来的这个多边形 然后可是呢 这边有一个切 它一定会切这边 对不对 然后也会经过这一点 这是一定会经过 对不对 然后也会经过这边这一点 所以会有几点呢 三点 会有三点 对不对 然后哪三点呢 其实有两点是一样 这两点一定会 然后还一点是什么 切点 所以你可以用 圆里面有个什么 切切 可是切 这个不能切啊 所以三点就可以 所以你只要有三点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圆 那这个切点跟这个 就是主要这两个圆的差别是 一个是切这里 一个是切这里 那切出来之后呢 其他部分就可以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留哪边呢 留这两个线段 对不对 然后就做环形正面 这一集就做出来了 应该了解意思吧 OK 另外就是说 顺便讲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你有些线段要不一样颜色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这边有个叫什么 涂层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涂层的地方 增加一个涂层 那怎么增加涂层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今天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线段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部分红色 我要做标注的话 那我刚刚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把它换个颜色了